楊慧如 他是一個一點都不重要的小角色 人品什麼都不重要 也不算家 但是楊慧如這個線頭一拉出來 會讓你看到整個台灣 政治圈跟網路世界的痴妹王妞 是何等的可怕 像我們 我們好好的做節目 我們用我們的言論 用我們的格局 用我們的視野 然後告訴大家真相 可是像我們這種人 就會是蔡英文她所痛悟的 深悟痛絕 你收視力好 給你換台 換台換台再換台 然後最後給你下架 不准你在電視上影響大家 影響大家什麼 影響大家連任的機會 影響連任的機會 他們需要什麼樣的人在媒體 需要什麼樣的人在網路 就是楊慧如悶 他們用網路的影響力 然後來換到錢 然後那個錢是從老百姓身上拿到的 然後拿到以後 在網路上影響力 再去蛊惑所有的選民 年輕人 然後把票投給他們 所以他是整個的一個生態鏈 從老百姓身上吸血 然後呢 再去影響老百姓 欺騙老百姓 然後趕著 就好像趕著羊群 趕著羊群去投票 全部都是我的人 就完成一切 然後每個人打開來網路手機看 大家都是這樣想 應該這樣想才對 大家都覺得老共不好 大家都是台灣人 大家都台獨 那我也要做台獨 所以一而再再三的這樣講 那楊慧如他們 為什麼會害死一個台灣駐日本的一個很優秀的公務員呢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一個燕子颱風造成日本的關係機場淹水 所以就很多大陸台灣跟澳門跟香港的旅客不能夠回來 那也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呢 因為大陸國力日盛 所以他可以去利用他的外交關係 然後呢他可以派車子在機場外面去接駁 然後很快的把人送出來 那也沒問題 那很多人做不到 很多地區做不到也沒問題 可是呢 剛好就有一些台灣旅客就上了那個車 然後也就回來了 那也沒問題 可是就是因為三立啊 三明治這種綠色媒體 他就運作仇中反中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假消息 然後說你看大陸啊 這麼可惡啊 要逼台灣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才能夠上車 這假的 這個也是假消息 那這個假消息也是類似楊慧如夢 就開始在網路上帶風向 然後最後就說有沒有這回事 然後又要讓台灣人恨大陸人 可是最終也證明這也是假的 然後最後大家再去聲討謝長廷 又為了要幫謝長廷為位救兆 所以才去罵蘇啟成 最終謝長廷還要用他的公權力 他是蘇啟成的長官 他用公權力要去威嚇他 然後要去制裁他 最終蘇啟成在網路霸凌 跟他的直屬長官 謝長廷的威逼之下 所以做了啥事 美國的做法怎麼做呢 你如果覺得很複雜 無法想像 就回到去想我們前面講楊慧如 楊慧如就 民進黨在台灣養了很多 齁啊 類似楊慧如這種潛伏的 然後帶風向 然後他打擊誰就打擊誰 然後在國際上 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加上日本這些 然後他們也有很多齁啊 有的是他 美國是養過恐怖組織的 當今世上的很多 中東的恐怖組織 都曾經在各個階段 接受過美國的訓練 金錢的資助 不是嗎 賓拉登 他根本原來就是美國 他所養的一支軍隊啊 好 然後呢 也有在媒體上 也有美國的HOA 然後呢 社運組織 教育訓練 各種各樣都演 IS也是 IS也是 IS也是美國養的 好 那美國呢 他自己怎麼對付人家呢 請問你 孟晚舟 我沒有要幫華為講話的意思 華為只是一個公司 那可是 華為的財務長孟晚舟 在加拿大轉機 只是因為華為沒有聽你美國的話 因為你美國要幹嘛 你美國要制裁伊朗 要禁運 那你美國制裁伊朗 跟中國公司什麼事啊 你美國禁運 中國沒有對伊朗禁運啊 那可是你就逼 中國的公司也要聽你美國的話 你沒有禁運 你偷偷跟他做生意 所以我就抓你的人 這叫做人權嗎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啊 美國才是全世界最大的恐怖組織啊 所有的恐怖組織 都是你的兒子 女兒 孫子 曾孫 一個一個養出來 而你今天堂而皇之 用這樣違反人權的方式 去對待不是你國家的一個華為公司 他的高級長官 然後在國外轉機 然後你發動整個全世界的新聞媒體 然後去對付華為 發動你所有的盟國 禁止向華為採購 然後下令你所有的美國公司 但是對華為禁運 請問誰比較像恐怖組織呢